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外表 利用医美手术后天修整五官 日趋普遍 其中鼻子是最多人选择调整的部位 但坊间龙鼻手术名词白白种 到底该怎么挑选自己适合的龙鼻手术 一般还是建议 如果鼻型要精致好看的话 还是要根据每一个部分去做调整会比较好 尽量不要做过于简单的做法 现在我们几乎十几年来做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偏结构式的 分多段式的去每一个地方逐步的去雕塑跟调整角度 东方人的脸型毕竟跟西方人还是没有完全一样 一味的要追求像西方人这样的极度高挺的鼻子下 有时候看起来反而会有点不太协调 所以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脸型状况 龙鼻手术医材质可简单区分为字体及人工材质两大类 字体包含耳软骨鼻中隔肋软骨 其中又属肋软骨使用上最充裕 肋骨的好处也是跟自己是在一般正常人里面是不会有排斥的状况 而且感染率比较低尤其适合一些生活环境上可能有一些烟酒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人 或者是甚至生活习惯上比较有一些熬夜或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一些人 那至于其他的外来物的材料的话 我们一般医疗运所会采用的就像GOTES 卡麦拉人工骨这些辅助性的材料 他的好处是他也比较不会移位 他比较平顺 他也不会自然的弯曲 所以各有优缺点 龙鼻手术除了要慎选经验丰富的医师 术前咨询也很重要 不论是鼻翼宽窄 鼻头翘坠 海鸥线角度等等 医师都会全面了解民众的需求后 再以专业角度与民众讨论可行性 架构上的本身我们会从鼻中隔的地方 就开始做一些延长跟增高 那我们的底价如果稳了 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 我们在一个基础良好的架构上 进行的所有结构上的一些角度的调整 都会非常的稳定 而且他日后的变形也会比较少 龙鼻手术恢复期短 约一周内即可拆线 很快就能恢复正常生活 但因鼻部作为呼吸通道 最常接触空气或其他感染源 因此术后照护以及提升自体免疫力相当重要 鼻子未处于血液循环比较末端的地方 所以天气冷的时候 它都会显得比较冰冷一点 甚至在极地的地方鼻子容易冻伤 那代表它的血液循环是比较纤细 比较脆弱的 所以术后一定要尽量避免抽烟 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 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受损 那在修复上会有问题 消肿会比较慢 感染率也会上升很多 邱君演艺师分享 十多年的临床经验看下来 术后改变的不只是身体上 最明显在于民众心情上的转变 绝大部分民众术后自信心上升 包括社交 职场 甚至对未来的期待值 都有正面的影响 记者赖心平采访报道